掌握了財經就掌握了學世界 歡迎鎖定遺失賺大錢 在今天台北股市表現裡頭 一開盤又是一個亮縮的行情 那樣萎縮情況之下 真的是好拉也好殺 早盤一度激情的拉高 結果拉到相對高點之後 怕怕因為昨天才大跌了106點 馬上賣單又再度的大舉出容 瞬間往下又急壓急灌 可是相對低點出現之後 低階的買盤又悄悄的前進 這就是一個相對亮縮的特色 最後的收盤一起來看一下 最後收盤上漲了29點 7391點 倒是我們所看到在亮的部分 是來到了625億元 好 這個行情的變化 對於台北股市而言的話 今天維持一個紅盤的行情來做收 倒是在雅柱市裡頭 也一併來看一下雅谷的行情 雅柱股市相對弱的 依然在大陸股市部分的話 在它的驚化都跟不一樣的 在上陣部分跌幅0.8% 也有一些擴大跌幅的跡象 至於在深陣部分的話 跌幅1.4% 相對強的是在日股跟韓股的部分 貪幅0.4%跟0.6%之間 好 再來看到是在整個電子盤的一個變化 電子盤的開始 首先要看到道瓊琴跟NES在其部分 道瓊琴上漲7大點 NES在其部分則上漲有4大點之多 而在英德法方面 英國小碟一大點 就在德國跟法國部分 都維持一個小紅盤的行情 都維持一個小紅盤的行情 就在兩點鐘開始的話 所看到的歐洲市場 是在整個美國市場的 電子系列表現 好 那麼台股的行情裡頭 到底這樣的漲的力道 能不能再延續下去 特別留心到 昨天回頭之後 真的是進行找買點嗎 今天看起來買盤自己前進了 而更重要的是稍微我們要從這個國際股市變化裡頭 到底在基本面 尤其在經濟數據當中的話 從過去一面倒得壞 到現在又有些好的消息傳出來 馬上為您邀請到現場來賓 首先為您介紹的是 輪運投資物分析師吳明哲 明哲你好 舒卿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下午好 以及為您介紹的是 理財周刊的總編輯林雲祺 雲祺你好 舒卿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為您介紹的是 投資家日報的總監孫慶龍 慶龍你好 舒卿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是我們歡迎三位來到現場 那麼一開始的話 先來聽聽看在雲祺林的看法 不過還從這個國際股市觀點出發 現階段你所看到的一些經濟數據裡頭的話 看起來算是不理想 不過偶有佳作 為什麼 趕快來看一下 在經濟數據裡頭真的是烏雲罩頂 可是有一絲絲的曙光出現了 首先來看一下美國的部分 從畫面上你所看到有笑臉有哭臉 哭臉當然代表是比較慘的一個數據 8月份消費者信心跌幅10個月來最大 但是在上一季的房價當中 增幅創下6年來的新高 房價的部分是過去這段時間裡頭 將近有兩個月的時間 一而再再成叮嚀 它是有好轉的跡象 再來西班牙方面 第二季GDP比較低級的話 衰退0.4% 又再度衰退 一衰再衰 但是飆受公債部分殖遇率 比較前一次的話 來的是降低的情況 等一下西班牙講個小故事給大家聽 很可能 那個7年失業率的話 高達35% 好 再來看一下 在日本方面 在日本10個月來 首度下修經濟的評估 勞動市場改善6份失業率的話 出現有下降的情況 再看到台灣 7月份景氣對策信號的話 這個是聯九嵐 聯九嵐 剛剛在我們金融部分 舉的例子真的是很棒 那麼它是這種宏肌 二度調動財 這個可以馬鈔逃去 準備要三度 結果聯九嵐之外的話 它還有一條載條的情況 再看到台經院營業氣候測驗點 是一個攀升的情況 這是不是意味著景氣數據的話 這有些比較複俗的跡象 如果從國人來談起的話 包含在陳奎 包含在吳東亮所說的 7月份開始 會不會出現比較好準跡象 至少比較複俗性的力道 再來所提到西班牙方面 西班牙希臘的問題 它在整個擠兌壓力的話 似乎是越來越大 西班牙部分 而在希臘的存管 是有回流的跡象 標識公有得好好轉 可是西班牙部分的話 失業率已經年輕人 年輕人過去是四個裡頭 就有一個 現在已經標到35%之多了 標到35% 包含窮的情況還是頗為嚴重 為什麼 因為在大街小巷裡頭 這垃圾桶 還要把它鎖起來 因為有人會去翻 有人會去吃 不只如此 這裡頭所產生的一些 衛生的一個問題裡頭的話 包含這個心理的一個 疾病部分的話 可能這個仇雲產物 心理疾病越來越嚴重 結果惡性循環在哪裡 從西班牙開始的話 它的這個補給的部分 就是說接下來的話 包含在國會的部分的話 國防 什麼樣的預算 尤其在衛生條件 這個預算裡的話 又是減少 因為沒有錢 變成是一個惡性循環 不只如此 在西班牙方面的話 這個自殺 自殺部分的話 這個自殺跳樓 這個比例也是越來越高 都是來自在西班牙 好 那麼這部分開始的話 我們要把雲起想聽一下 已經是10個月來的一個 回到之前的一個新低點 那從美國來看的話 我們看 從美國三大零售商 Walmart Costco 還有Home Depart 我覺得我們從他們來看的話 看到他們的營收 其實也跟著美國的消費者 信息指數 其實是成一個一個 正比的一個情況 它的營收下降 然後消費者信息指數 也是往下走 但是我們如果 從它的那個表現來看 在它 在我們來看它的一個營收 就是當它營收高點的時候 也是消費者信息指數 會比較高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也剛好會在9月之後 我們看到它這邊的營收的高點 幾乎都是落在9月 所以從現在來看整個 美國的零售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從9月 其實會開始進入一個 好轉的情況 那其實我們對於 這一次的信息指數 到了60.6 其實我覺得未來 應該是會轉好的一個情況 因為從這個歷史的數據 來看的話 9月之後應該會有 轉好的一個跡象 但是就長遠來看的話 我覺得不管是美國中國日本 或是台灣 我們都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博南科他所提到的 你要刺激整個經濟的成長 靠的是什麼 你靠的是家庭的支出 那現在年輕人 因為工作不好找 所以越來越晚婚 甚至不結婚 結了婚甚至不生小孩 所以你家庭的支出 是不是相對就縮少了 已經減少一個情況之下 你怎麼再去增加支出 去刺激景氣 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長遠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 大家去考量的是說 整個的整個全球的經濟 在面臨一個 從雷曼兄弟破產 然後到整個歐債的危機之後 不但是產業的轉型 我覺得大家的消費習慣 還有整個家庭的結構 家庭支出的結構 都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轉變 好你剛剛所提到這一點的話 其實 真的在西班牙方面的話 會擔心有一些惡化的現象嗎 其實我們剛剛所講到 是這些所謂的小故事 可是都是真的發生的事情 西班牙一部分的話 剛剛講到是說 在整個擊隊潮的話 開始又開始在引燃出現 擔心這個壓力持續 有一些比較惡化的情況 而且不只如此 其實現在在西班牙來講的話 有一些異物異物的情況 西班牙也好 或者葡萄牙 或者希臘部分都還有 什麼意思呢 我在看那個新聞的時候的話 就透過網路裡頭 看到這個新聞 他是一個心理學家 心理分析師 參加一個座談 那座談當中的話 他得到的報酬是什麼 十個小時的服務時間 這十個小時可以幹嘛 可以有剪頭髮的 可以有這個做瑜伽 還有一些目光服務 而且聽說在西班牙方面 還是蠻盛行 因為都沒錢嘛 所以只好以物易物 或者是勞動服務的方式的話 你服務我 我也來服務你 對 所以我就說 整個消費型態是做個改變 尤其西班牙的事業率這麼高 年輕人畢業之後 根本找不到工作 那也沒有就業機會 可以提供給他 所以用一個以物易物 這樣的一個形態 至少保證我現在可以活下去 我有一些功能 可能左右鄰居大家互相 你至少你可以保證 可以生存下去 那西班牙的 我認為他的整個房市 房地產的這個泡沫的問題 其實還是非常的嚴重 我覺得政府目前 還沒有能力去解決這一塊 所以你民間你要自救 就只能用這種方式 那回到古早時候的 以物易物的時代 其實我常會跟人家在講說 現在一旦經濟不景氣 可能就要推貨幣寬鬆政策 開始要印鈔票 可是這個印鈔票 擴張信用的一個方式 到底是不是 跟致根的一個方法 其實未必 未必是 也許回到 真的之前好像跟蘇賢有提到 回到以物易物的這個時代 也許會是一個解決 這種很龐大的 這種經濟黑洞的一個方法 之一也說不定 好的 這真的是一個壓力 不過這提到這所謂黑洞的話 想到這個洞就想到什麼 傑克森 為什麼呢 這個台灣很多翻譯叫做什麼洞 傑克森洞 聽起來真的很痛苦 傑克森什麼意思呢 事實上在全球這個央行 這個年會當中的話 包含在FAT主席的話 今年說沒要去 為什麼 因為他說回來沒贏 沒什麼事情 是不是擔心就是說 在整個這個 這個歐債危機裡頭的話 擔心壓力是越來越大 所以他今年沒有出席 所謂傑克森洞這樣的一個 這個年會當中 代表什麼含義呢 所以現在市場上的預測說 這個禮拜四的部分的話 下個禮拜四 下個禮拜四 會不會有一些積極性的作為出現 因為9月6號傑克森洞 這個會議的開始 所以在這之前的話 會不會有一些比較積極的作為 這是從這個ECB 壓當總裁這邊所提出來 好 整個美國市場裡頭 據說這個Q13的話題的話 盛銷成上 再舉個例子 在美國一句諺語裡頭 他說 這個牛排館賣的不是牛排 賣的是一個燒烤的滋滋作響 的一個滋味 什麼意思 你去吃牛排的時候看 這牛排好像還不錯 可是當他端過來 你聞到那個味道 聽到那個燒烤的感覺 這種滋滋作響 感覺是比較舒服一些些 他說牛排館其實賣的就是這一味 好 那這例子在哪裡 FAT這一次的Q13 Q13這個喊話的動作 才是真正他賣的一個好滋味 為什麼 開始執行的時候 搞不好指數真的會掉 那就算還沒開始執行的情況之下 有些醞釀動作的話 這一股好滋味 就讓買牌能夠繼續監禁 可是你會不會擔心 比較流於虛幻 比較流於bubble 這個部分 金龍 如果大家一直過去一直在想說 其實各國的央行 最近推出就是的計劃 都是印鈔票 但是如果這個印鈔票 印出來的鈔票 是放在我的口袋裡面 我覺得這個對經濟 會是比較好的 這是什麼一個前提 就是所以基本上你要刺激經濟 其實他必須得靠內需市場 所以如果印出來的鈔票 是印到人民的口袋裡面 當然對內需零售業 他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會產生一個非常良好的一個循環 但是如果印出來的鈔票 都流入到金龍大亨的一個口袋裡面 其實對經濟的幫助其實並不大 但是我們從這過去這幾年來看到 不管是美國或者是歐洲 他們所推行的所謂的印鈔票 就是的計劃 最後的結果都是什麼 這些錢都流到金龍大亨的手中 這個怎麼解讀 你去看失業率的問題就知道 失業率幾乎都沒有什麼降 現在目前美國的失業率 還是維持在2008年以前的一個高峰水準 歐洲的失業率更是慘不冷度 所以像印鈔票就市的計劃 基本上最後肥的都是金龍大 他最後只會造成皮膚差距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其實接下來 FED要推出QE3的機會 我現在的判斷是機會真的是越來越小 因為QE3他已經不能解決現在目前的問題 兩個問題 失業率的問題我覺得很難去解決 第二個市場的流動性問題 市場他們現在也不缺流動性的問題 錢已經多到滿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美國再推QE3的可能性會降低 那美國再推出QE3的可能性降低的情況下 會不會對市場有一個比較不好的一個發展 我個人的看法是其實還好 因為基本上他即使推出了股市 也不一定會是一個比較正面的一個回應 但是我們目前所看到的 許多美國的經濟數據 有一些復甦的跡象 其實那個就已經往一個好的 往一個好的發展 那再搭配我們認為 接下來整個全球的景氣 其實都會有一個 我覺得就整個台灣來看 我覺得很多人都覺得台灣現在已經 景氣對外訊號已經連續九次亮藍燈了 但是投資跟很多時候 你看基本面做投資 其實你只要做逆向的思考 所以我們常常說 如果你跟著景氣對外訊號做股票 你要用什麼方式 就是藍燈去買股票 你到了紅燈自然就可以數鈔票 所以我們看到景氣對外不好 景氣不好大家都知道 在這樣不好的情況之下 也許就創造出投資的機會 那我覺得投資人只要注意 市場中只要沒有崩盤的危機 沒有那種大崩盤的危機 市場中其實都是存在 許多投資獲利的機會 好 這是在整個投資商邏輯 藍燈可以買股票 紅燈就可以數鈔票 搞不好會不會殺在相對低點 這樣一個位置的 這事實上我們只有精彩討論過 也很有意思的題材 如果你真的很長線的話 真的是藍燈買股票 紅燈叫數鈔票 好 話說回來 我們來聽聽看 在整個明哲兄的觀察 台北股市部分的話 現在國內一些經濟數據 現在號稱七月份的話 會不會落底 會不會是開始有復甦好轉的跡象 現在包含從程回開始 或者是在整個 業界大老闆的一個看法 對於台北股市而言 可不可以期待 進一步更上一層樓 就目前來看的話 當然出現了一些 稍微的好消息的話 在這個九個藍燈的背景之下 相對性可以看到 這個有一些好的狀況出現 是好的事情 但是也要注意到的事情是 在這個時候 就台北股市來看 最需要是信心的回覆 就像剛才那個 蘇贤在講這個知之聲 投資市場很重要 就是要有那個知之聲 有那個想像力 才會有那個想像的空間 因為台北股市 是一個潛跌型的市場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 被那個連九個藍燈 一直嚇到的時候 其實不容易有復甦的力量 那投資市場也是 對於景氣復甦的一個環節 所以就目前台北股市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要先注意到的事情是 這個成交量能不能 緩步的先回溫 如果成交量能能回溫的話 其實對於接下來的復甦 就會有比較實質的幫助 因為就那個企業的資本籌措 的流通性有提升的話 這樣子要整個講到整個